大家好我是丹塔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恐怖故事第九集 1984第四集了 上一集红木营地的几个人开始了大逃亡 剧情也出现了反转 护士的真实身份是名心理学家 顶当先生粤语全是他教唆的 美其名曰要研究人幻杀手的心理构成 而蒙塔纳和夜行者居然早就认识了 刷小布这件事还是他指使的 这还要退回到几天前 午夜见美操的课上 蒙塔纳是那个教练 门外有个人在诡异地看着屋内 别了一声武器走进了教室 旁边还回响着几个声音 两个人似乎在这就看对眼了 一个学员大吼着 但蒙塔纳上完课为更衣室时 一具尸体挂在墙上开膛坡度 这是刚刚跟他起冲突的学员 蒙塔纳感到惊恐又刺激 激情过后 蒙塔纳看着地上的刀 问夜行者 你会为我杀人吗 时间回到去年夏天 小布的婚礼上 而这个人 也是蒙塔纳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他的哥哥 小布说自己怕黑 才在结婚前一晚 让蒙塔纳的哥哥去陪他 但他觉得小布肯定撒谎了 那天晚上他跟哥哥上了床 现在哥哥死了 凭什么他还能活着 这才有了之后 两次袭击小布的事 只不过都没成功 蒙塔纳提醒他 得快点杀了小布了 因为这里还有另一个年环杀手 听到先生 上一集末 泽维尔和小胡子 从坑里救出了大壮 只是眼看他就失血过多而死 小胡子胡乱从抽屉里 拿出一支身上腺素注射器 试一试吧 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没想到还真有用 大壮醒了后告诉他们 雷雷是不会报警的 他在大学杀了个人 现在警察也在找他 泽维尔听了 心里平衡多了 那我以前拍小黄片 也不算太糟糕吗 诶 小黄片 给我拍小黄片的金主爸爸 不是开了辆凯迪拉克来了吗 他偷看小胡子洗澡被杀的时候 钥匙还在车上呀 我们可以开他的车走了 可在此之前 他们要先找到老板娘和主厨博弟 带上大家一起走 伤重的大壮就留在这休息 他们还留给了他一把小茧子防身 小胡子一出门就遇到了老板娘 看到地上两只尸体 那是之前模仿叮当的两个小屁孩 可当小胡子告诉他 叮当杀了他们时 他却感到很诧异 小胡子着急着要带他走 可他并不害怕 也不导致离开 我房里还有枪呢 况且明天一早 夏丽营的孩子们就过来了 小胡子坚固不过 便回去找大壮 老板娘摸了摸他们身上的血 脑子里想现当年大屠杀的画面 接着他捡起地上叮当的面具 画了个写十字 则为了跑来厨房 伯迪大妈正听着音乐 准备第二天孩子们的三明治 正想告诉大妈 叮当先生回来了 话还没说完 钥匙声又响起 叮当先生出现在门外 紫威尔赶紧躲到桌子里 大妈强装镇定的与他寒暄 招呼他坐下 自己给他弄点吃的 好歹十四年前共试过 大妈人记得 叮当最喜欢吃的 是花生酱果酱三明治 叮当安静的坐下 似乎也不打算伤害他 大妈告诉叮当 自己是为了老板娘才回来的 想着也许要重回营地 老板娘才能走出音影 自己愿意陪着他一起 正当的叮当 吃下第一口三明治 露出笑容时 底下的泽威尔 不小心弄掉手电筒 暴露了自己 叮当一把张团抓住 伯迪大妈拿起锤子想救他 却被叮当反手机晕 在身上刺下无数刀 泽威尔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烤箱里了 小布在一间屋子里醒来 想起自己是被假护士唐娜弄拖来这的 他奋力撞开门 跑进了林子里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困住了 到底这些陷阱是谁设的呢 还是唐娜 这也是他实验的一部分 他想研究 叮当到底会不会杀 送上门的猎物 还是他喜欢体验猎捕的快感 小布就是他实验的小白鼠 泽威尔这时 已经被烤得血肉模糊 而伯迪大妈 拖着最后一口气 给他打开了烤箱 还将刀递给了他 拔出刀的那一刻 他才看到自己的样子 回到房间的老板娘 确认了一遍枪里的子弹 抽屉里的小熟木雕 勾起了他的回忆 这是14年前 丁当先生还没发疯的时候 给他做的 希望像护身符一样保护着他 个性古怪的两人 一走近些就会被人嘲笑 老板娘恨透了那群人 丁当先生安慰他时 不小心割破了手 他还将血吸了出来 接着捡起地上的刀 暗示他帮自己杀了那群人 所以丁当做的那些事 都是为了他们 说起撒旦之子 林子里也有个山寨板 他划破手心 地上摆了个道五芒心 还自带音效 蒙塔纳过来打断了他 他刚刚遇到小布 现在真是下手的好时机 没想到夜行者刚一到 丁当也从另一边过来了 遇到丁当 夜行者激动起来 当年的大屠杀 让丁当先生名声大噪 而夜行者这个名字 才刚出现在大众视野 他嚷嚷着 现在该轮到我了 就朝丁当先生冲去 就在两人打斗的时候 暗处观察的唐纳 也和蒙塔纳打了起来 自从上次看到真正的小护士 立塔了尸体后 蒙塔纳就知道 这个假护士 没安好心 趁着大家疏忽 小布抓住一个小树柴 挣脱出来逃走了 夜行者延续了他一贯的画风 被丁当先生插在了树上 但蒙塔纳用木棍 敲晕塔纳赶回来的时候 夜行者已经死了 丁当穿过树林 来到老板娘的房间 他却没有丝毫的惊恐 问他 你为什么要回来 当听到丁当先生说 我开个头 我来结束 老板娘一脸嘲讽 你一开的头 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忘了呀 14年前 原本指望丁当保护自己 可他却什么也没做 那群人还是不停的欺负嘲笑他 终于在一片夜里 他把那些人和个个都杀了 又想到丁当先生 在战场的那些习惯 便将他们的耳朵割下 也包括他自己呢 放进了丁当先生的小盒子里 他被抓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这样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之前被他杀的医生霍普 让他受尽了折磨 没人相信他说的 人们都觉得是战争 让他变成了一个魔鬼 无数次的电机和药物 加上周边人的洗脑 让他的记忆错乱 最终以为自己真的屠杀了整个夏令营 原来自己的一切痛苦 都是老板娘造成的 他气急就要上前杀了他 可老板娘有枪啊 弯碰三枪 丁当先生倒地 而不远处的小胡子 他们听到枪声 觉得老板娘有麻烦 决定再折回去看看 一进门 就看到丁当先生躺在地上 高兴坏了 你其实杀了他 正后他杀了你 最当刺激小胡子腹部 弄出舒坦的表情 接着又将小胡子的耳朵割下 准备继续嫁祸给丁当先生 一转背 丁当先生不见了 另一头被烤得半熟的泽沃尔 逃出厨房 半路正好遇到了丁当先生 泽沃尔在醒来的时候 小步逃了过来 而丁当先生已经不见了 不远处一阵爆炸声 那是干爹的车 他们最后的逃生工具也没了 老板娘骗大家说 这一切都是丁当先生干的 他还杀了小胡子 而林子里微弱的几身 烟行者突然浮了起来 身上的伤口愈合 而刚刚被蒙塔纳打晕的唐纳 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第四集结束 烟行者附身的那一幕 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我们继续期待下一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